前台北县议员廖小青为了要争取民进党在第八选区新北市议员初选提名 积极在地方上布局 11号上午他在新店的太平宫举行了服务处成立大会 难得的好天气不少民众都到场支持 另外包括卡神杨慧卢 前立委赖靖林都前来到场站台 场面相当热闹 新北市市议员拟参选人廖小青为了争取民进党初选提名 11日在新店太平宫广场举办服务处成立大会 湿湿暖暖的冬天难得出现了艳阳高照的好天气 吸引了不少支持者到场助阵 道小青除了准备了水果犒赏大家 另外也请来书法家现场辉豪写春联 赠送给民众回家张贴除旧不新 成立大会上还有社区团体的伯父妈妈们 接连带来了精彩的舞蹈表演为活动炒热气氛 不仅如此就连卡神杨慧卢 前立委赖靖林都在摆盟中 抽空前来帮廖小青站台 我们未来下一代该怎么办 我们年轻人的未来在哪里 这很重要的 所以呢我现在呢就是拜托大家说 支持一个可以给年轻人 带来希望带来梦想 而且真心在关怀像我们这种年纪 甚至在更小的年轻人 不管是教育文化 年轻人有兴趣的领域网络 这几块能够多给大家希望多给力量的人 我那时候去做领域我又特别拜托他来我服务主 做这个服务主任 因为我真了解他的力量 他的服务的精神 所以他做得很好 老实说在台北议会里面 我不是说他第一名 但是专议会几十个来里面 称三名绝对有 廖小青过去曾经担任过 永和市市民代表永和区的台北县议员 这次转战新北市第八选区 其实已经在地方上布局多时 我一直在新店努力的跑 在深坑平临十定无来 那么我也是希望呢 能够帮民进党在新店拼下第二席 民进党拼得你笑 目前民进党小竹新北市第八选区 市议员提名的除了廖小青 还包括了前民进党新店市党部主委吴春美 随着七合一选举时间越来越近 两人的战火也提前开打 记者声明在门齐新店采访报道